各位观众朋友好我们只要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明两天我们台湾最主要是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一方面的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东部的话云南比较偏多会偶尔有短暂的阵雨 东北部的话要注意局部地区有比较大的雨势 那么中南部的话呢天气比较稳定 但是要特别注意空气品质 有机会亮橘色灯号对敏感族群不健康 礼拜一的话全台湾都会转成优雄的天气 而且温度会明显往下降 因为礼拜一有封面云系东移 另外就是有大陆冷气团南下 所以礼拜一提醒大家特别注意 尤其礼拜六跟礼拜天是相对比较温暖 比较稳定的 所以礼拜一会转成又湿又冷的天气 那么在礼拜二清晨是最冷的 会下降到只剩下13度 这么在我们的这个主要是我们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 南部跟东部的话大概在往上加2度左右 但是要注意全台湾都是会变冷的 要特别注意这一波的一个降幅 那么来看一下在云图的部分的话呢 今天跟明天最主要就是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呢这个水气还不是很多 但是也可以看到在华南附近 有一波封面云气正在逐渐的晕亮当中 在礼拜天的深夜之后会逐渐的南下 影响到我们台湾 礼拜一封面迅速的这个通过 但是全台湾都会受到影响 礼拜二水气就比较明显减少了 礼拜二在礼拜三的话呢 冷空气也减弱 转成有点偏东风到东南风 一直到下个周末之前 目前看起来都会是比较稳定的天气 那么什么地方比较容易下雨呢 在礼拜六晚上呢 礼拜天最主要是银封面北部东北部东部 礼拜一的话呢 可以看到随着这个水气的明显通过 全台湾都会转成这个下雨的一个天气 都有下雨的一个机会 那么看一下在未来四天容易下雨的地区 礼拜天的话最主要是基隆北岸 我们东北部地区东部呢 云量比较偏多有一些局部的阵雨 礼拜一的话全台湾都有下雨的机会 但是最主要是我们中部以北跟东北部 礼拜二礼拜三的话呢 最主要是东部 云量稍微偏多 有一些局部零星的短暂正雨 来看一下温度的部分要特别注意的是 这一波冷气团的影响 在北部的话 比较明显降温是在礼拜一跟礼拜二的时候 可以看到清晨低温降到13度 那么白天高温也就18度 礼拜三开始才逐渐缓慢的回温 那么在我们中部的话呢 可以看到也是一样 受到这波冷气团的影响 礼拜一跟礼拜二是最冷的时候 尤其清晨就有13度 白天高温19到21度 礼拜天之前相对比较温暖 礼拜三开始之后慢慢的回温 但是还是要注意清晨的低温 职业温差比较明显 那么在我们南部的话呢 也可以看到 为了一个礼拜最冷的时间点 是礼拜一跟礼拜二清晨15度 白天高温大概21到23 24度 礼拜四开始 礼拜三礼拜四开始 才会逐渐的再回温上来 那么礼拜天之前呢 都是比较这个 比较温暖的一个温度 那么来看一下 在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西半部都还算是稳定 那么在北部跟东北部东部的话 云量稍微偏多 尤其局部暖暖阵雨 中南部要稍微注意一下空气品质 有机会达到橘色灯号 明天白天的天气跟今天类似 咱们桃柱庙以南 几乎都还是可以看到阳光 那么中南部持续要注意空气品质 北部东北部东部的话呢 云量会比今天稍微多一些 降雨几率也会稍微的提高 但是真正比较容易下雨的一个时间点 会是在礼拜天的晚上 一直到礼拜一的一整天呢 几乎全台湾都会犹豫 所以提醒大家 特别注意这一波的话 礼拜一的天气跟温度变化 会比较明显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明天再见